川普當選啦!是美夢還是惡夢呢? 各國領袖表示... Oh my God! 川普真的當選啦! 在美國人極佳歡樂極佳愁的同時 世界各國的領袖們又有什麼話想對川普說呢? 俄羅斯總統普丁好開心啊! 希望能和川普合作 拯救危險又緊張的美俄關係 歐盟委員會主席榮克表示 歐盟必須與美國緊密合作 才能對付當前許多挑戰 例如伊斯蘭國、烏克蘭主權、氣候變遷 與移民問... 欸等等! 川普不是說氣候變遷是假的嗎? 北約秘書長索登伯格強調 美國對北約的領導變得更重要 說強大的北約對美國和歐洲都有好處 可是川普說要你們繳保護費耶 德國總理梅克爾說 德國與美國同向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權價值觀 基於這些價值 未來將與川普總統緊密合作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相信 日本與美國之間盟友關係將會堅定不移 英國脫歐派領袖法拉奇爽翻啦! 只乎我把一波交給川普繼承 超強氣啦! 你勇敢打了一仗 反移民出名的法國右派領袖勒蓬說 恭喜川普總統和自由的美國人民 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發了賀電給川普 說希望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一副好好先生一樣 但會不會是早就預料 川普的外交策略有可能是從亞太撤退 鄭重中共下懷呢?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